这是一台唱片机 装上黑胶 打开开关 你就能听到一段充满仪式感的音乐 甚至只要借助一张白纸 当然正经的黑胶系统售价不菲 而你在手机上开个黑胶VIP 平均每天只要一毛三分钱 四搜五入越对面白送 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热爱黑胶 黑胶里的音乐有什么特别的 它好玩在哪里 这次我们跑到了九段集团的主理人 余老师的家里 来听一听他的黑胶系统 从余老师的柜子里随便挑一张黑胶唱片 只要离得足够近 你就能看见上面这些 还不到0.1毫米的精密凹槽 因为黑胶唱片的本质 就是把声音震动的形状 刻成实体的凹槽 再把凹槽播放成声音 在正经用唱机播放黑胶唱片时 机器上的唱针会随着凹槽的形状摆动 传递到另一端的磁铁上 磁铁的上下有两个固定的线圈 随着磁铁的运动产生感应电流 之后电信号再经过放大器 扬声器 凹槽就播放出音乐了 至于这些光滑的细丝 它代表此处没有音乐 是两首歌的间隙 所以想切割的话 只要把唱针移到这里就行了 而这些凹槽 其实也并不是跟音乐完全一一对应的 因为如果完全对应 那就意味着唱片中 对应低频信号的凹槽又宽又深 占用大量空间 导致播放时长变短 而高频信号的凹槽又浅又窄 这种从窄到宽的变化又会增加唱针的循迹难度 所以绝大多数黑条唱片在克制时 都会采用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开发的一种声音均衡方案 RIAA曲线 也就是在克制时提升高频信号 减弱低频信号 让各频段的凹槽深浅宽窄相对均匀 这其实跟现代录音室里面的均衡器效果类似 而在播放的时候 在使用跟克制时刚好相反的RIAA曲线 正负相抵播出来的音乐就正常了 是不是很巧妙 其实黑胶唱片的基础原理就是电磁感应 加上一点点巧思而已 但正是这样简单而巧妙的设计 对音乐行业来说却有着无比重大的意义 因为黑胶让音乐真正成为了可售卖的实体商品 以至于时至今日 音乐行业的一些术语仍然跟黑胶有关 比如绝大多数黑胶唱片都是由聚率与稀制成的 不同的唱片有不同的规格 其中最常见的是每分钟33.3转的12英寸唱片 每面大约可以播放22分钟 被称为long plane 简称LP 一张LP的总播放时长 基本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专辑市场 还有一种每分钟45转的唱片被称为EP 它的播放时间短一些 每面大约可以播放15分钟 所以如今歌手们在发布迷你专辑时 会说自己发了一张EP大碟 在此之外还有一些更特别的黑胶 比如最初的黑胶唱片是由虫胶 也就是一种昆虫的分泌物制成的 每分钟78转 每面只能播放几分钟 如今已经很少见了 在二战之后 因为原材料稀缺 外加政治原因 苏联的乐迷很难听到西方摇滚乐 一些狂热的乐迷灵机一动 用废旧X光翻录了黑胶 这被称为骨蝶 上面头骨 胸骨 脚骨 应有尽有 这些废旧的X光片 将Beatles David Bowman的音乐刻骨明星的记录了下来 堪称是最摇滚的音乐载体 还有一些唱片虽然也是距离与稀制成的 但掺入了染料 做成了更漂亮的彩胶 作为最早的声音商品之一 黑胶唱片风靡一时 但好景不长 随着合适磁带和随声听的诞生 人们可以把音乐带出门了 但好景不长 CD便显示MP3有相机问世 音乐又进入了数字时代 但好景不长 随着第一代iPhone的诞生 流媒体音乐强势崛起 纵然好景从来不长 但仍然有许多发烧友热衷于几十年前的黑胶 其中一些人认为 声音跟时间温度一样都是连续的 而CD、MP3这种数字音乐再精准 也是离散生硬的 而黑胶上记录的是原始的模拟信号 声音更为细腻温暖 不过我们个人认为 对比黑胶和数字音乐的音质好坏是很无趣的 黑胶就像是摄影界的胶片 诺兰登导演仍然喜欢用胶片拍电影 也不是因为胶片的画质更好或者颜色更准 只是因为胶片能提供一种独特的影像风格 黑胶也一样 它的音质未必真的更好 但肯定更有风格 所以才吸引了一批拥盾 那么发烧友们到底是怎么玩黑胶的 唱片本身就有可玩之处 比如很多发烧友会在意唱片的版本 版本越早越好 这跟黑胶的制作过程有关 我们买到的唱片都是用一张凸纹的工盘压制而成的 而工盘又是用母盘经过电镀后剥离出来的 作为物理实体 使用时必然会有所损耗 第一张工盘肯定比第十张工盘更接近原声 所以理论上版本越早的唱片音质也越好 价格当然也更高 比如科尔提斯指挥 维也纳爱乐的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 自新世界 首版VG橙色的价格都在500到800欧元左右 橙色最佳的NM能达到1000到2000欧元 但后期的版次 哪怕是NM橙色也只要几欧元而已 这些买回来的实体唱片 在保存和使用时也需要特别注意 在保存时黑胶必须这样竖着放 而不能横着落 这是为了防止唱片出现形变 在拿唱片时 一般要这样或者这样 这是为了避免手上的汗液或者油脂接触到唱文 在播放前最好用这样的小刷子清理掉唱片上的灰尘 因为灰尘会导致唱针突然移动 产生这种炒豆声 为了更好的保存和播放唱片 余老师还特地买了一台机器用来清洗黑胶唱片 这一套流程下来 仪式感直接拉满 相比于唱片 黑胶唱机可以折腾的点更多 我们可以把一台唱机的核心部件分为唱盘 唱臂 唱头和唱放 只要你会玩 这其中每一个组件都可以自由搭配 没有上线 那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玩意儿高级在哪了 对 我这唱机最大的特别之处 就是首先它是气浮的 就整个这个盘是靠气泵里的气给它吹起来的 第二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叫气息 因为黑胶唱片有时候会不平 你只需要在这台机上用一个按键 它就可以把这个叠完全的吸屏在这个横盘上 就保证了这个唱头读取的时候 不会有上下的摆动 而只有往里寻迹的动作 那为了这个功能要花多少钱 这个怕我老婆看视频不方便透露 而在唱片和唱机之外 余老师家里还有一套不贵 主要突出一个较真的小工具 我们看这还有一些奇迹影巧的小工具 那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是镇压剂 就是专门测量这个唱头的镇压有多大 它是一个最必要大家也最好理解的东西 其实这东西简单来说就和厨房里那些电子秤没有区别 它这有一个这样的结构 其实这是模仿唱针让它落在唱片上一样的地方 对然后你只需要把它落在上面 它就会显示它的压力是多少 它的用处是用来检测唱针给唱片实际的压力 对因为每个唱针都会有固定的出厂推荐 比如2克1.8克或者2.5克这样的数据 不要去折腾唱机上的这些部件 一台入门级的成品黑胶唱机也就是一台中端手机的价格 日本的经济泡沫非常严重 这个东西当年在日本有巨大的发行量 所以到了21世纪之后 日本的唱片就变成了最不值钱的那个版本 而导致很多唱片可能连几十都到不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批发可能二三十块钱一张 就能买到大量日本古典音乐的唱片 当然即便是最便宜的唱机和唱片 肯定也比手机里的黑胶VIP要贵一些 如果纯粹只是为了听歌 弄手机就行了 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迷恋黑胶呢 因为对于人类来说 物品的意义从来都不局限于它的实用功能 还会承载更多的情感和希望 1977年NASA发生了旅行者一号和二号太空探测器 以研究外太阳系 随着它们一起飞往太空的 是一张跟普通黑胶一样大的12英寸的金属唱片 里面包含了55种不同语言的问候语 115张关于物理 化学 生物学等人类文明的图片 以及一段时长90分钟的音乐精选 期待有其他文明可以通过这张唱片来了解地球 而在地球上新诞生的小朋友们 同样可以通过唱片来了解人类文明的往事 原来我们有一同事比我大挺多的 可能四五十岁了吧 然后有一天问我说他要买黑胶 然后我说就是为什么呢 我说你也不是一发烧友 你怎么想折腾这个 他说我想给我闺女买 他说我闺女是100后 他说他们这代人没见过音乐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不觉得音乐是一个以食物存在的东西 他觉得音乐就是一波放列表 然后我跟他说话 或者我打字搜 然后他就能出声了 他说我买黑胶 就是我想给他看看音乐是什么样